每一年在玩笑這個情侯 這是鹹水最老的時侯 剛才說鹹水風泡還有外町港町 鹹水公司有要讓鹹水的UK 有更多的路由選頂 每一年都會在市議路旁邊散火 讓民眾欣賞到町港町的儀館 還可以欣賞煙土灰害的美麗風景 不然它已經有勝負的就是波斯局 也許還有其他灰燼會開火 反正民眾可以讓臣王來感受春天的氣息 一年一年昏昂社會隨風搖擺 有婚式搖擺式 這是鹹水性的農旁邊的灰燼 為了配合外町港町 鹹水庫公司希望民眾在早上也有美景可以欣賞 因此跟農作為合作在景波斯局百日朝跟香日葵 為什麼種這三種作物呢 主要是因為這三種作物 到時候我們在休耕轉作的時候 農民也可以抱休耕轉作 這也是跟著讓我們的田地回渡的一個做法 所以就是相互得利 今年因為天氣的關係 每一種灰燼開火的速度都不一樣 不然已經有大片的波斯局先開 算了還將營焦吉他的人就會 我們今年的花海裡面呢 我們特別做了幾個的裝置藝術 然後這些的裝置藝術呢 我們是用學校的課桌椅 就是把壞掉的課桌椅我們把它修理好 然後把它彩繪放在我們的花海裡 然後裡面有包括我們登革熱的防治宣導 交通安全的宣導 最重要的我們還有一個性品的宣導 然後這些椅子我們有修理好 如果遊客你們來如果站在花海那邊照照相 你可以當成你是畫家來畫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覺得腳痠了 我們那些椅子是可以提供你也可以坐下來休息 這組工作在北市地到時依亞提供UK協賞 除了讓民眾感受他們那時候的回憶 也是讓UK可以坐下來休息 火海有個開到三個月 歡迎民眾臣吼欣賞 記者審問的鹹水庫 蔡博德